在今天冷氣團的影響 你有沒有感覺到今天天氣非常的寒冷 最冷的地方在淡水 清晨的溫度只有13.4度 但是台北市區即使到了白天 溫度也只有在16度 整個溫度在白天是完全上不去 那我們來看看週休假期 到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狀況 大家最關心就下週二要跨年了 這天氣形態的時候 在禮拜六的時候 清晨溫度仍然是偏低 中部以北的低溫 依然在14度左右的低溫 但到了白天 冷空氣的強度減弱了 氣溫的部分在週六白天 會略微的上升 而到了禮拜天 南方的雲系將要逐漸的往北台升了 所以在南方雲系北台之下 局部性的短暫震雨 從北到南都會出現 而到了下禮拜一的時候 南方雲系的水氣量將要減少 但下週一下午以後開始 東北季風將增強 所以在迎風面的北部 跟東半部地區有雨 而在中南部地區 是雲層量比較偏多 不過到了週一的晚上 氣溫的部分又要再度下降了 而到了週二的時候 冷空氣的強度增強 尤其在跨年夜的晚上的時候 你往北走穿著方面 一定要特別注意保暖 中部以北的低溫的部分 在14度到13度 尤其飄著雨之下 在台北地區跨年的話 你要被雨拒 穿著方面要保暖 低溫的部分在這種 風寒指數的影響之下 相對的感受上來說會偏低呢 而在中部以南的話呢 天氣狀況來說是多雲時勤 所以中南部的跨年活動的話 還不錯 不過到了元旦當天的話呢 天氣狀況來說還是比較冷一些 但在白天的時候氣溫升 接著在週四週五的時候 氣溫再回升 所以跨年夜當天 往北濕了 往南走天氣勤 來看看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我們可以注意到 北方高壓已經東移到 接近上海的位置 今天晚上高壓就要進入東海了 風向也要開始在明天白天變 跟東風進來 南邊的水氣 我們看到今天已經開始上來了 影響到南台灣了 但等到禮拜天的時候 整個上來到台灣上空 水氣量在週日當天的時候 會比較增多 小丁寧 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沿海風大 海邊城鎮騎車注意 還有外出穿著方面 天氣冷 保暖工作不能少